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3日 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蹤一下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廟街有個歌女因感情爭執被人斬至近乎毀容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宗離奇案件發生在長沙灣海麗村的電梯 遭到離奇縱火再揭發同座的老翁住客上吊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新歡舊愛同場 廟街歌女感情爭執被斬至恐怕毀容 警方追緝60多歲的前男友傻東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家油麻地發生斬人案 今天凌晨約莫3時 一名年約60歲 身有酒氣的男子 闖入廟街49號地下 一間歌廳 持賽刀斬傷一名48歲姓劉的歌女 女傷者額頭、臉和手部多處中刀 有毀容憂慮 在場職員和顧客合力制止兇徒並奪去賽刀 期間兇手逃去 警方接報港資 經調查過後 相信女傷者和兇徒認識 兩人是前情侶關係 因為感情問題發生真針 案件現列作傷人 警方正在追緝那名出號 傻東的涉案男子 現場消息指 姓劉的女事主揚名Anna 在上指歌廳任職駐場歌手 和年約60歲的疑犯傻東 在前度情侶關係 案發時 姓劉的女子和現任男朋友 在歌廳裡喝酒聊天 當時傻東在場 而且坐在附近 新歡舊愛同場 氣氛尷尬 沒多久姓劉的女傷者和傻東 因為感情問題爭執 最後不歡而散 前男友憤然離開 沒多久 到凌晨近3時 傻東接返歌廳 疑似藏刀於身後 歌廳的職員察覺有異 一度勸她離開 不過鎖東仍然強闖入歌廳 拿出賽刀 不由分雪斬聖樓的女子 現場職員見狀大驚 和其他顧客上前制止 並合力奪去賽刀 移空氣刀奪門而去 然後可往永星里 方向逃走 目擊者指移空當時 身有酒氣 疑似飲大了行兇 救護員接報港致 姓流的女子前臂 左臉 雙手 右手肘 多處中刀肉血 清醒由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救治 混亂期間 歌廳一名女職員疑似和兇徒久前 面黑紅腫需要接受自理 警方經初步調查 相信女事主和疑空曾經因為感情問題爭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整宗案都相當離譜 這個傻東就是那個歌女的前男友 昨晚曾經有一幕新歡舊愛同場 很不尷尬 結果再到晚一點 這個傻東疑似飲大了 拿一把菜刀過來 就見這個姓流的女子狂斬 見面又斬 見面又斬 見手又斬 結果這個姓流的女傷者有機會毀容 另外亦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長沙灣海荔村電梯遭到縱火 揭發同座老翁住客上吊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長沙灣海荔村發生縱火燒電梯案 今天2月3日凌晨約摩4時 海瑞樓保安員從閉路電視 發現1號電梯著火並聽到巨響 傳出爆炸聲 其間閉路電視畫面七黑一片 於是報警求助 消防員到場把火救息 發現電梯裡留下一部手推車 再滿多支壓縮氣體灌 相信起火原因又可疑 警方列縱火案處理 調查期間 同座樓上一名老翁被發現 在單位上吊 昏迷宋苑 由於有保安員曾經見過 老翁推住 這個在電梯裡發現的手推車回家 初步相信縱火案 是和這位老翁有關 警方正深入調查 現場消息指被縱火的電梯 停在二樓裡有部手推車 車上載有五至六支壓縮氣體灌 包括噴發膠、殺蟲水 電梯被火燒至分黑損毀嚴重 警方到場調查 半小時過後 在凌晨4時35分 有海瑞樓的街坊通知保安員 一名70歲老翁在單位危險位置 保安員立即上樓 發現老翁在單位裡的鐵閘用棉繩上吊 消防員破門移入 把事主解下來 他當時以陷昏迷 送往明愛醫院 經搶救過後 現留醫深切治療部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離奇中火 有一輛載滿了壓縮氣體的手推車 亦有保安員認出 相關上吊的老翁 推著這輛手推車的人 整件事是怎樣的? 為何要中火? 仍然有待調查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非籍司機撞到婆婆 雞同鴨港以為婆婆無事開車走 徒人誤以為不故而去而報警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名菲律賓籍男子 開著私家車 在今日2月3日早上9點17分 沿香港仔大道不行往石牌灣方向行駛 駛至180號對開幾個燈位 一名婆婆過馬路 說私家車非籍司機 難不防撞跌婆婆 司機下車扶起婆婆 因為司機說英文 疑似跟婆婆雞同鴨港 又見婆婆沒有流血 以為婆婆沒有受傷 於是開車離開 徒人見司機上車走 於是報警指 司機撞傷徒人不顧而去 警員到場調查 司機接反現場 配合警方調查 姓李91歲的婆婆 只是肩痛和手肘紅腫 送院檢查 而40歲的非籍司機 就在場協助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司機撞倒了婆婆 以為婆婆沒事 加恩她說英文 婆婆說中文 計同鴨港 結果婆婆就是肩痛和手肘紅腫 送院 希望沒有大礙 另外相關司機繼續協助調查 另邊商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你好香港這個活動 四個口岸派100萬消費優惠券 女客可以享有免費飲品 換禮物等等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政府在日前公布 你好香港吸引女客訪港大計 包括由3月1日開始 經3間本地航空公司 分階段向海外和內地旅客 送50萬張免費抵港機票為期六個月 另外女法局也聯同本地餐飲和零售界 派發100萬份香港有禮 消費優惠券 女客可以憑券免費兌換迎賓飲品 適用範圍包括四季酒店、半島酒店等等 另外設100元商戶現金券 可以在全港超過140個景點 零售和餐飲商戶等等 享有納減100港元的專屬優惠 而且不設最低消費額限制 香港有禮消費優惠券由即日開始 在4個女客口岸派發 但僅限逗留不超過90天的訪港女客享用 另外需要以非本地註冊的手機號碼 登記領取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個你好香港的其中一部 就是在口岸派發這些消費優惠券 這個和較早前建制派民建聯倡議 派每位女客1000元的消費券不同 這個就不是現金的消費券 即是商戶優惠 又或者用多少錢有折扣那一隻 但在未來月底 若然建制派民建聯所倡議 向女客派1000元的話 若然成真的 那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支出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越來越近財政預算案 今年派錢派到一塊塊 本地市民未受惠的感覺 就先派給女客 不知道這個做法是否能夠提振經濟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